徐子山和楊怡成為今年無線事後的大熱門 現在就未知哪一個是真正的事後 不如來個賽前分析看看兩邊的形勢吧 首先擔演雷霆蘇毒的徐子山 這套劇未播出已經成為眾人的焦點 尤其是那一場一秒的輪奸戲更加是成中熱話 令到徐子山馬上人氣急升 一前雷霆蘇毒的大機局錄得平均收視35點 最高還達到38點 觀眾人數有240萬人 成績認真不錯 反觀另一邊楊怡有份演出的名媛望族 一直以來都比網民說是重口味 劇情重複親熱鏡頭係就是多 但演員平均年齡都較大呢 收視就認真一般 上星期的平均收視只有29點 就算是上星期三楊怡和劉重人的情挑戲和咬唇一節 收視都只有29點 暫時看起來就是徐子山成功秒殺了的樣子 不知道到最後可不可以大熱跑出呢 我不相信 Had 약 之後還にな把 filming 成功 成功